花莲县政府从105年度开始启动了高尔夫教育扎根计划 经过了四年的积极推展 已经有多达30所的学校成立了高尔夫球社团或是校队 2020全国高尔夫小明星公益邀请赛 即将在花莲举办两天的赛事 受邀请的高尔夫小明星也将捐赠高尔夫 推动基金给三战国小 让花莲县内所属的国小国中高中 能够培训出更多的高尔夫小明星 23号下午2020全国高尔夫小明星公益邀请赛 即捐赠活动 在收邦箱平底国中举行了捐赠仪式 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明星齐聚在花莲进行赛程 高尔夫运动 其实说我们东部的孩子应该不会输给北部 我们体会的委托就是把全省各地区跟这些爱好高尔夫的父母 把它串联起来 然后到花莲 尤其明天后天两天的比赛 这也是有花莲球长以来是第一次办这一种小学 少年的高尔夫的比赛 今年暑假说举办的2020全国高尔夫小明星邀请赛 来自全国八个县市的选手 齐聚在花莲切磋球季 每位选手都希望能够获得好成绩 从八岁二年级开始学到四年级 就是这个高尔夫球不但自己一个人可以去打 而且就像成绩自己突破一样 然后就是很高兴很有成就感 就是一项自我挑战的运动 花莲县体育会高尔夫委员会表示 105年在前县长傅昆奇的主持下 花莲高尔夫球场正式委外经营 县府每月提供3000盒免费练习球 让县内所属国小国中高中的学生培训使用 持续推广多年之后 也让许多学校培育出非常好的高尔夫小选手 让全面启动的花莲高球教育扎根计划 获得了更好的成绩 记者林杰受风箱采访报道 哟 哟 哟